吉安湘吉安路旁快乐农场苗圃园区墙面诉说族群融合的故事 吉安湘公所要将丰富的在地人文色彩 透过彩绘艺术传达生命令的感动 乡长游淑珍运用有效的空间 打造城市感官刺激美学 创造生活圈视觉饗宴 彩绘墙极客气挑战在地彩绘师的工艺 展现族群共融的艺术之美 吉安苗圃园区位在吉安路和福昌路的交叉口 生动的故事墙还没有完成就吸引了很多民众目光 香港游淑珍表示希望运用小经费创造大效益 装点艺文角落之外 也注入在地彩绘师的情感工艺 让部落生活艺术化 在外面围墙我们在规划上面跟设计师来讨论 要来进行我们整个 由我们安美族太鲁阁族以及客家 还有我们生活 在我们吉安乡的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族群 融合的图特 当然也带入了我们过去在这个非常多的传统故事里面 包含了安美的这个九个太阳 摄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在里面 当然也会融入到我们客家庄的一个勤奋努力 打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带来的是 我们川流不息的吉安路的来往的好朋友们来做欣赏以外 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吉安苗埔里面 不管是来种菜的乡亲 来做亲度旅游的乡亲 还有亲子来这里运动的 以及我们太鲁阁阿美族跟我们的社团要来这里做活动的 都会有不一样的精彩跟不一样的创意在其中 我们希望我们点点滴滴的这样的一个文创 跟未来更多的一个艺文可以在吉安每一个角落里面 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 吉安湘公所把原本斑驳的墙面重新赋予新生命 融合了阿美族、太鲁阁族、客家闽南族群的生活景象 还有神话故事 象征着吉安湘族群融合的文化之美 也透过残留不息的车潮 可以增加民众和游客接触艺文感官的机会 也有效来活化整体的公共空间 吉安湘族群融合相报道